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倩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上过小安老师的能量课程之后的学习与体验 那其实我本身是一个还蛮没有自信的人 但是我对自己其实有非常多的期待 就是我会期待说 我想要成为怎么样的人 我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然后我想要带给我身边爱的人 幸福 但是因为没有自信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阻碍 那在上过小安老师的能量课程之后 给我一个非常大的启发 是原来我们只要好好的在节内在空间 好好的关照自己 然后把自己的能量稳定之后 其实在外在世界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创造 那我相信这对大家来说也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都有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想去的地方嘛 那显化跟创造 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困难 因为只要你做对了一件事情 只要你方向对了 我们可以在我们生活里 做到很多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那分享一下我在做这些实修练习的体验 就是我以前都会觉得说 我很羡慕别人用怎么样的能力啊 或是谁谁谁很聪明 可是为什么我都没有 那后来透过老师的冥想练习 就循序渐进的去冥想 然后去做记录 然后余老师的对谈之后 我发现其实很多时候只是因为 我们都被思绪困住了 然后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 可能承接我们内在 要给我们的灵感啊 创意啊 或是我们没有办法在当下 做一个最迅速有效的判断 只是因为我们都被自己的 俗称小猴脑给纠缠住了 因为你透过冥想练习之后 你的心会更平静 那你的能量会更稳定 当这两件事情达到之后 你会发现 当然人都有思绪嘛 但是你就发现自己 不会那么容易被牵引走 然后情绪更平稳之后 其实我们拥有很多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超能力 然后当我开始 做这些老师的实修练习之后 我发现自己 好像开始可以去感受到一些 以前从来没有感受过的事情 比如说我变得更敏感了 我变得反应能力更快了 然后很多时候 资序变得更清晰 我觉得在生活里 真的有很大的帮助 不管是在工作啊 在人际啊 或是比如说 跟家人之间的相处等等 那我觉得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对我个人而言 因为我开始用 不一样的角度 去看见这世界 然后也去更关心 自己的内在 所以我觉得 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上 小安老师的高阶能量课程 因为我们都拥有创造的能力 不要忘记咯 好 那我今天就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 拜拜